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飽喝足坐地影休息了嗎 後面那群帥哥 趕快說聽話 在後面那群 請不要聚集遊行 請坐地 穿黑色襯衫的那位帥哥 趕快坐地 The handsome guy with the black shirt please sit down 好的 再來因為呢 我是第一組也是這個活動的負責人 所以我進來講一個 就是我們在組一個故事 好啊 總之呢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是一個很怪人 就是高手有玩社團啊 然後就是做一些比如說到處就是夜遊什麼之類的事情 然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社團會不會知道就是 社團呢 就是到某個就寒假時候會辦韓訓 然後韓訓在幹嘛呢 就是帶點學弟妹啊 然後做一些無謂無謂的事情 然後心裡沒什麼意義 但就是要培養感情這樣子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就是我們不是景美女中了 我們那時候剛成功高中呢 就一起辦了一個韓訓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為了就是要 然後 心 就是我們為了要就是下學弟妹 有沒有 大家知道 就是為了下學弟妹 然後他們就 喔 好害怕喔 所以我們就為了要做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就要 就半夜呢 去就是很多其他的那種很奇怪的地方 就走來走去 然後呢 學長姐呢 就會安排些小 就是小trick去下他們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呢 就是不知道哪來的idea 決定要就是做出鬼火 然後呢 鬼火這麼難做 那麼怎麼做呢 於是我們就把一件小小的酒精膏 倒在那個就是 就紙啊 包子上面 想說就炸了一點小小的火 然後它讓它那種搖擺 然後就很可怕這樣子 然後學弟妹就會很害怕 然後學弟就會緊牽著學妹的手說 不要害怕喔 這樣的 因為我也追求這些 然後呢 可是呢 就事情發不可收拾 因為那個火就不小心 就蔓延成熊熊大火 你就把那個房子燒了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想會再不回事 變得學弟妹的還是不停的上來 那領隊完全沒有意識到下班 可是他們還以為 就沒講故事說 這些物質啊 以前就是發生了什麼火災 然後怎樣之類的 可是明明就真的是火災 然後反正就是呢 就因為那個火災呢 就我們就是金美女眾 我們就被 我們就被學 就是教務處 學務處吧 學務處 就痛罵了一頓 結果呢 我們就學員 就太學不乖了 我們就是被那個什麼 教官說 要寫什麼紙條紙 寫說什麼 我們毀過什麼的 就只有一個人就寫說 學校怎麼這麼臭 都是滿屁味 然後我們就又被罰了 就是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第二組 然後我們原本有一個很不錯的人 結果後來被我後來沮喪 因為我好像也很扯 然後再起來我是巴辣 然後 就是 我扯的故事就是 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現在是研究所 不過我碰的學校這樣 然後我在中山大學的研究所的時候 然後就是大家 大家就是做事件做得很悶 在三點的時候非常 非常痛苦 然後跑去買一酒喝之後 就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就是 我們大家一起裸奔 然後就覺得 然後我就落戶 我就弱鳥這樣 然後看到旁邊有一大群人在 民宿前在那個 在聯誼 然後他們在旁邊 其實在互相跳進 我就露著我的鳥去嚇著他們 然後男生跟女生 就落網而逃這樣 然後旁邊帶著女生 那機車也就 也就嚇到我趕快騎走 我也不懂 他們要騎走 對 然後答案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謝謝大家 啊對了 我其實很正常啦 就是那時候 大家在喜痛而已 請問你心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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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心態 大家好 我是慧琳 我們剛剛第三組的 每一個成員的分享 都非常的有趣 那因為我的經驗是比較特殊 所以後來就由我來做 我們第三組的代表 然後我的故事是 可是我在兩年前呢 在二年前有一次在日本乘船 因為那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到日本去 他買了一艘二艘船 但是那時候 我們必須把它開回台灣 當那時候 我不會航行 我什麼都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會 How to sail on the sea 所以在從日本 開回台灣的路途中 因為很多很多很多的意外 總而言之 最後船是成了 在遊船附近 然後可是從此之後 我就愛上了航行 那再過後兩年 再回來台灣之後呢 我就激情的尋找台灣 關於sailing的 有在從事這方面活動的人 也加入很多台灣的朋友 就是都很慷慨 然後讓我上船去 那在兩年之後 也就是2009年的時候 我跟了一個日本船長 那是船 這位船長是一個老船長 但是他在年輕時候 有一個夢想 就是他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開著他的帆船 帆遊世界 那他的第一站是 就是繞台灣一圈 那時候我就到了 我知道他會到基隆去 所以在 之前我已經認識他 所以我就到基隆去跟他碰面 那之後我就加入了他的航行 然後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中有一段就是 我沒有辦法跟著他 就是一直在海上 所以就是有一段 我加入在印度 我就是分別加入印度洋 大西洋跟太平洋 一次就是大概兩個月 那這個船大概四十尺 就是大概十公尺的長度 那我們船上就是三個人到四個人 不一定就是基本上是兩個成員 那我們有一次就是從馬爾蒂夫 要開往南非的那一段路上 因為有一段 往那個 Gisheu的那個方向 有很多的海道 所以我們改變的航程 是往Mauritius的方向航行 那其中過程裡面 我們到了一個 我去過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叫做Chagos 它是在印度洋的中間 那個群島是屬於英國的 但是那個地方是無人島 所以呢上面是沒有人居住 那當時候我們船 開到那個Chagos的時候 已經是黃昏了 我們到達的時候呢 就用Radio call in 有沒有那個就是 Cost Guard之類的 可是那因為是無人島 所以沒有人回應我們的是 當地的一些 停在那邊的帆船 就是來自世界各地 那我們開進去的時候 剛好一到達那邊 就是就聽到了 可能來自西班牙的 凡友就說 在那個Lardwood裡面 有一隻鯨魚死掉了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 就開著我們的釘椅 到那隻鯨魚的旁邊 為那隻 就是自然而然死掉的鯨魚哀悼 那不管你是從哪一個國家來的 可能是美國啊 英國西班牙 我們就是世界的公民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個 我們就是這個地球的一分子 所以我們就感覺到一個生命的消逝 就是覺得 就是 其中有一個人就打電話 給當時候的英國海軍說 可不可以 因為那隻鯨魚是非常完整 它可以作為研究用 所以呢 那個英國海軍就說 隔天會來 把這隻鯨魚帶走 可是那天晚上 然後那隻鯨魚 就聞到那個 這個鯨魚的味道 所以那天晚上 那隻鯨魚就被攻擊 就是被咬了一個大洞 那隔天早上呢 就是有 反應人就把它 拉到那個 旁邊的無人島上去 希望就是 還可以保留一部分的 鯨魚的身體 那我們就決定 在那個 無人島上 在那個鯨魚的旁邊 辦一個小派對 那我們因為剛到那個地方 所以 就不知道準備什麼 就把層上的什麼水果啊 蔬菜 做成一個沙拉 帶到那個無人島上 那結果沒想到 所有的其他 來自不同地方的伴友 就是 他聽到我們帶來的沙拉裡面 就我就聽到他們大喉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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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 來自陸地上的食物 都是吃罐頭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 那 那一天晚上呢 就是 當我們再回到那個 鯨魚旁邊的時候 他已經被幾萬隻的小寄居蟹 小寄居蟹給蓋住 因為大自然的 裡面的一份 就是 你在大自然出生 你就會在大自然消失 不管 不管是 就是我覺得 那讓我體會到 我們就是 這個地球上的一部分 所以 在那個 那一個當下 就是那一夜 讓我感覺到就是 非常的 wild 就是我真的是在 wild nature 那那一天晚上回到 那個 船上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帶 沒有 那個船上沒有開燈 所以整個 萊棍都是黑的 那我們的 那個丁尼開回去的路上呢 整個 那個海都是黑的 那我們就拿了走電筒 我們猜要看我們的船停在哪裡 當我把那個燈光一開 就趕快關上的時候呢 整個大海 就像你看那個 阿凡達一樣 就整個都是 螢光色的 輾要著光芒 那是我去過最美麗的地方 謝謝 大家好 我叫Kesina 其實我們這一組 每個人都非常有特色 我們有一位 CAT他的職業是 寫古典音樂 然後我們還有張瑞姿 就是剛剛那個旅行的作家 然後還有一位任先生 他是在司法院當替代役 然後因為 又是家事訪題 所以常常看到一些 比八年還誇張的劇情 那我會被選出來 是因為我的 詩琴比較無腦又無力頭 那就是我最近養了一隻菜蟲 然後 菜蟲 那我會養它 是因為我的朋友Carol呢 他買了一盆羅勒 然後他在裡面發現一隻菜蟲 然後他就把他丟掉 然後我聽到這件事情後 我就緊急摳他 叫他撿回來 然後送來我家 然後那隻菜蟲 現在被我取名字叫小綠 然後他現在越來越大 然後我覺得 他快要變勇了 然後他不是我的第一隻菜蟲 我以前也有養一隻菜蟲 對 對 然後我以前也養一隻菜蟲 叫小綠 小綠1號呢 然後他從米粒1號呢 然後他從米粒1號 想到這麼大 然後變成一個泳之後 結果大概等了一個禮拜 他冒出了一個頭 五個六隻腳 然後飛著泳 在那邊跑來跑去 就不來 然後我也不敢去摸他 然後他就灑了 這樣子 然後那至於小綠2號 會變成蝴蝶或是鵝呢 請敬請期待 謝謝 其實我 剛剛秀民有提到一下 剛剛提到景美 我成功的 只是沒有 沒有直接關係 那其實我們這集 很多很多故事 但是 他們好像臨時沒有想到 那變成我的是比較最近的 所以我就出來講 最近大家可能Facebook 這個地方都會被一件事情洗白 就是士林王家 那我比較瘋狂 就是前幾天的大學生 抗議行動裡面 我是負責在 內部 就是算是 打案號spire 那他們在外面舉牌 我是在裡面的 所以最瘋狂的舉動 是在 外面派了一個小班出來的同時 我跟著他 就是衝到市長市門口 但是被警察就擋下來了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因為請願書不在我們手上 我們也不可能有什麼暴力運動 所以差不多就到那裡邊就停下來了 但是我做過比較瘋狂 因為 我通常 我沒有走進市政府過 我從來沒有衝到市場 市那邊去 那雖然這後面很多東西都跟 新聞報的事都不太一樣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做過比較瘋狂的事 OK I'm gonna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所以 So For the last 7 years I feel like my life has been a bit of a roller coaster and sometimes sentime I'm upside down and about 3 years I found myself upside down in Tokyo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with no money 所以我住在東京鎮站的地方 在兩天的房子裡 在兩天的房子裡 我想說這不是什麼我都很羨慕 這就是我當時的我發現自己在那時候 什麼事前後的事 什麼事後的事是另一段時間的事 謝謝大家 你好 我吃飯了 我是滴腦 然後 這也是我最誇張的事 我最誇張的是有點 其實是非法 在台灣是非法 就是我以前住加州 然後在加州那個大馬取得是非常容易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朋友騎車到舊金山 然後我們抽了一點不贏 然後在大家慫恿之下 我們還有喝一點酒 結果我們就直接把車抽完之後 已經進入昏迷的狀態之後 就把車子擠進去 就發生車禍 然後我清醒的時候 我就在擠他去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後面的事情其實還好 反正後來有人來救我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哈囉那個大家好 然後我叫阿倫 然後我們那一組就是 還有一個叫John 然後他是做那種 就是電腦方面 然後他剛剛講到很多派客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酷 然後也很誇張 但是很可惜那些都不是他的事 所以他沒辦法上台來講 所以現在就變成我上台來講 然後我要講的是 就是我小時候 從小到大 我比較少寫卡片給別人 然後所以呢 我就是比較 剛剛有沒有呢 我也不會寫卡片這樣 然後結果有一次 我就有那個朋友生日 然後我就要寫卡片給他 然後結果呢 我就去 比如說我就去買卡片啊 然後我想要弄得多彩多輕一點 我就買其他東西這樣子 然後因為不只一個人同事 那時候生日 所以我買了好幾張卡片 然後結果呢 就在那時候我就把它寫好 然後繞進老師 然後想很久很久 然後把它寫好以後呢 然後把它裝置好以後 我就把它 好好地放進那個 他的那個信封裡面 然後可是另外一邊呢 我就把 就是我比如說 貼紙啊 什麼東西的 剩下的東西 然後還有其他 沒寫好的卡片 然後想說 下次還可以再寫其他人的東西 然後因為之後馬上用不到 然後就把它放進另外一個 長得一模一樣的 信裡面 然後結果呢 隔天我要跟他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再當面給他 可是問題是 那天下午 因為某些事情 然後就行程變得非常的乾 然後所以說 我就馬上就那個 看著 好像是這個 然後抽我就走 然後結果呢 不幸的事情就發生 就是 我拿錯 我拿錯卡片給他了 然後反而他沒有說到那個 就是 我 小金老師寫的那張卡片 他反而說到的是 基金等同學一堆 沒有射的東西 所以 他說馬上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瘋啦 就是這樣 巴巴巴巴巴巴的事情 然後就 整件事就變得非常的窮 然後我覺得 這件事要非常的無腦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Kevin 就是 我講的比較扯的是 我在高中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很準時的都是 中午 才起床去學校 所以我最後連續 四五二十 然後在家裡也遲到 所以就很 自然的就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所以我最後考 連考的時候 放榜之後 我是打去每天學校說 喜歡你們有沒有受通的學歷 然後最後這樣找到一件 然後才上大學 大家好 我是第十組 我是Erica 其實我們那一組 她講的都非常好 只是 就是 他們 比較浪閒 就讓我上來這樣子 然後我要分享的是 我今年過年 我到佛羅里達 然後 旅遊的經驗 那我到佛羅里達呢 剛好有機會 參加到她一個Tampa 她一個Pyro Air 就是 海盜的遊行 那她那個遊行 從中午十二點 她開始封街 然後每個人要 裝扮的跟海盜一樣 所以都很Sexy 然後要穿很少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開始 從中午開始 喝啤酒 喝喝喝 然後他們的傳統是說 他們會有 女生跟男生 都會有很多的那個 串竹的長項鍊 那他們 當天晚上 女生會要得到 那個長項鍊 就會把胸罩都脫掉 然後就秀給男生看 然後就會得到更多的項鍊 可是我那天晚上 我沒有看到任何女生有秀 那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跟我朋友 晚上的時候 遊行結束了 那我們就 開啤酒 我們就去玩 那大家都已經喝汪了 那我的兩個美國的 男生的朋友呢 他們開始就把串竹 把他串起來 串串串 然後我們在街上 就形成一個大型的那個跳繩 然後就集結了很多人 然後就跳繩跳繩 然後呢 我一個朋友就提議說 那既然我們大家會這麼嗨 那我們要不要去買毒品來吃 那我想說好啊 因為我都來這邊了 我也沒有試過 結果他就從他口袋說 他說其實不用買 我剛剛在路上的時候 我已經撿到了 你看我有一袋粉紅色的藥丸 那我們想說 那這個是什麼呢 吃了會不會怎麼樣啊 那但是不管 因為當上我們已經幫了 然後呢 我們就一人各吞的一顆粉紅色藥丸 但事後並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在想應該是女生的避慾掉之類的 然後接著呢 最後的時候啊 我們就到那個Bar那邊去 那Bar那邊去 我剛剛已經有說 因為每個女生都穿很少 因為就是穿很熱嘛 那我也是一樣 我就只有穿 就是平口上應該很短的短裙 然後呢 因為在佛羅里達州沒有華人 他不像在LA一樣 所以呢 我就當晚 我就跟我朋友在那邊跳舞 跳舞 我就被那個主持人呢 就被說 點名說叫我上去跳 他們那個Bar 就是像我們之前看到 那個女郎俱樂部那個Bar 然後呢 我就想說說 我不要 我不敢做這個事情 畢竟我還是台灣的 我們要有一定的矜持 然後呢 主持人就下去呢 就把我拉上來 我還是打死 我說不要 最後我被我朋友200公分包 整個人抱上去丟在上面 那丟在上面怎麼辦呢 我又不能 我只好站起來 但站起來我忽然想到完蛋了 我其實這麼懂 我裡面只有穿丁字褲 結果看到下面一排男生 我就問了旁邊的女生 我說看到我的內褲嗎 他說對 然後我說算了 反正這邊也沒人認識我 這就是我的趣事 謝謝 OK好 大家每組的都非常玩樂 就是 對 好 雖然我覺得現在我來講話的話 會有點讓我記得 然後他有辦法快學我 所以呢 我覺得 就還是讓主持人 讓公平一點 為我們選出最好的人 快學我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 我們屏蔽的方式就是 大家如果說 一號二號 然後一直到十號 然後那個 掌聲最大的那一 就是 那一個代表 然後那一組就可以獲勝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都想好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 剛剛笑得那麼大聲的 哇哇 快笑我 好 那可以 麻煩請大家就照順序排嗎 大概 一號在這邊 然後一直排到十號這樣 因為我這邊有練習 那大家看到你的臉 然後避免大家忘記 就是我講到一號的時候 就是講到你的號碼的時候 你就說你剛剛講的那件事情的關鍵 就是這樣 嗯 好 一號 火燒民宅 火燒民宅 好 二號 六條 三號 四號 四號 蔡重 五號 市政府 六號 交給稍微 七號 內如旺 八號 生日卡片 九號 沒必須耶 十號 好 再跟你們好 所以我們剛剛這大聲的是 是這位 會會領在這三號 我覺得恭喜第三組獲勝 然後我會請 邀請你們來 各位邀請點主 願意請上台這樣 好第三組的請上台 禮物是什麼 禮物會由TV揭曉 禮物會由TV揭曉 好 接下來我要為大家公布 今天的禮物是 好啦 謝謝蛋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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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非常恭喜第三組 我們再給一次他們 熱烈的掌聲 然後也謝謝後面 大家一起出一色的 分享給大家 他們的醜事 好 那現在先請 就是各位 大家回座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